再来看到拥有83年历史的台东市北丁日式宿舍群 复古风貌被称为台版小日本 不仅游客造访率高 也是热门的婚纱外拍景点 为了进一步维护健康旅游的品质 台东县卫生局公告 从2月起包含客家学堂在内全面禁烟 为着最高储1万元 卫生局人员举着经验标语 向民众游客宣导经验公告 保存维护珍贵的历史建筑 和台东健康旅游的品质 这里又是木质房子 对如果不小心的话 你会把房子烧掉 青青草坪上 一床又一床新翻修的日式老宅 避临而立 形成一片复古雅致的建筑群 这里是被称为台版小日本的 台东市北丁日式宿舍群 不仅保留了老一辈对日制时期的回忆 近年更成为国内外游客造访的热门景点 而唯一美中不足之处 就在于二手烟危害 为避免县民及游客不受二手烟危害 自2月1日起 于该场所吸烟 将依法采取2000到1万元以下的罚环 就看到没有烟梯 就没有人抽烟 设立金烟告示牌 提醒老烟墙注意 包含客家学堂在内 一整区的日式建筑群 全面列为金烟场所 室内外都不得吸烟 而目前全县已经有21处无烟环境 45家学校通学步道 以及107家的棋楼全面金烟 烟害防治法也于年前修正通过 禁烟年龄从18岁调高到20岁 并全面禁止电子烟 拒绝烟害 中央收法扩大禁烟场所 提高合法吸烟年龄 同时增加纳管加热烟 对于有戒烟需求的引君子 可以利用台东县卫生局戒烟专线寻求服务 继续烟大会台东市报道